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5日 薛志谦在微博上准发了一段视频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视频中 一年轻男子不断对两名外地蓝精女子进行怒骂 并抢夺手机 4日晚间 北京警方通过其官方微博 在微博大号at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 评论区回应此事称 已关注此事 正在核实相关情况 这段长达2分21秒的视频中 一名身穿黑色长裤 灰色羽绒服的年轻男子 与一名年轻女子 在地铁车厢中发生口角 言语间 上述男子反复提及对方外地人身份 并不断用脏话对其进行辱骂 随后 因其中一名女子准备报警 男子遂上前抢夺手机 双方发生推荡 女子最终被男子推出地铁车门 目前 北京警方已将17岁嫌疑人抓获 薛志谦也发文表示 我深知我转发这视频可能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或者肖像权 我期待着这个孙子来告我 但我确实想 助他一臂之力 让他成为终极网红 这社会本该如此冷漠 反正 我不 网友也纷纷评论 薛志谦三观好正 向他学习 有网友留言 这个不是北京人 口音不对 北京人口音经以高晓松为准 高晓松撼到后转发评论 我19年前有一次在意大利火车上被偷钱包 追小偷一直追下火车 小偷把钱包扔在月台上脱身跑了 我捡起钱包回到火车上 周围人纷纷说 这小偷不是意大利人 是南斯拉夫人 是不是北京人不重要 是不是人才重要 网友评论道 最热心的永远是网友 最冷漠的永远是路人 到底是网友不出门 还是路人不上网 矮大紧 你今天不矮 也有网友打趣道 19年前你居然如此轻盈 责任编辑 张瑶 UK029 分享 在相关阅读 闪亮的爸爸二白举刚 变猫戏男撒娇萌化人心 为了让孩子们多多接触音乐 白举刚在闪亮的爸爸中 花心思聊天鼓励小朋友勇敢尝试 一段希望小朋友弹琴的花式撒娇被网友 直不太说了 原来小白老师在得知小朋友有钢琴后 便邀请他来乐队弹键盘 对乐队不了解的小朋友表示拒绝 小白为了鼓励他弹钢琴 便撒娇地说道 和我一起玩吗 一起玩吗 求求你的眼神 表情中满是可怜 于调皮 看的人不忍拒绝 在小白老师的花式撒娇追问下 其实小朋友只想学生日快乐歌 小白老师便愉快地弹起吉他教他唱歌 面对可爱的小朋友 白举刚不见了往常舞台上的霸气摇滚粪 天真阳光的一面占如无遗 为了拉近与学生们的距离 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只能撒娇唾血 网友还留言道 我竟然吃了一个小女孩的醋 天哪 整个人都被肃炸了 没想到小白还有这么 可爱的一面 可爱的一面抗日神剧献包子雷 道具抬死荒唐错而缺乏严谨创作态度抗日 神剧献包子雷 裤装残雷 手撕鬼子什么的弱爆了 历程碑式的抗日神剧来了 这是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迪后变异队传奇 只看第一集 观众就能体会到他们有多传奇 道具抬死荒唐错而缺乏严谨创作态度 第一集 红军准备成立淮北军区淮北变异大队 于是半比武大会选拔队员 然后我们的马洛上线了 他自称豹 破王一上场就狂怼其他人 赚了258万 豹破王掏出了随身带的包子 给手掌们每人送了一个 只见他拿起包子 咬了一口 随手一丢 竟然炸了 这嚼起来嘎嘣脆的胡萝卜 竟然能爆 嗯 这是他研究的蔬菜雷 这是他研究的尿液出发雷 只要往里尿尿 十秒钟就能炸飞 爆怕王还没秀完 他的箱子简直是哆啦A梦的口袋 嗯还有好多种雷呢 天津雷 闪电雷 这句 情也实在是太雷了 抗日神剧献包子雷 神剧令人啼笑皆非 抗日神剧献包子雷 裤裆残雷 手撕鬼子什么的弱爆了 历程碑式的抗日神剧来了 这是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 敌后变异队传奇 只看第一集 观众就能体会到他们有多传奇 道具台词荒唐 错额缺乏严谨创作态度 第一集 红军准备成立淮北军区淮北变一大队 于是半比武大会选拔队员 然后 我们的马洛上线了 他自称爆破王 一上场就狂怼其他人 赚了二五八万 爆破王掏出了随身带的包子 给首长们每人送了一个 只见他拿起包子 咬了一口 随手一丢 竟然炸了 这嚼起来嘎嘣脆的胡萝卜 竟然能爆 嗯 这是他研究的蔬菜雷 这是他研究的尿液触发雷 只要往里尿尿 十秒钟就能炸飞 爆破王还没秀完 他的箱子简直是多拉贝梦的口袋 岸还有好多种雷呢 天剑雷 闪电雷 这剧情也识 再是太雷了 早在2015年 人民日报就点评了当时的抗日神剧 摘抄如下 此前的某些电视剧 还出现了手撕鬼子 画骨棉掌等盖世武功 渲染尼姑与巴鲁军干部暧昧的情感纠葛 甚至上演了一位少年用单弓对抗鬼子的手枪 并击穿鬼子身体的离奇桥段 神剧还制造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台词 若我爷爷九岁的时候 就被日本人残忍杀害了 八百里开外 一枪干掉鬼子的鸡枪手 等等 除了道具台词的荒唐错额外 各式神剧 通常将抗战背景于偶像剧 言情剧甚至武侠剧进行下街 主要人物在抗日战场上 嗨癖情场和秀场 以工具作编织复杂 纠结 离奇的人物关系 把爱情当信仰 把谈情说爱当革命动力 几乎称为神剧的必备戏马 抗日神剧献包子雷 道具台词荒唐错额缺乏严谨创作态度 抗日神剧献包子雷 裤裆残雷 手撕鬼子什么的弱爆了 历程被试的抗日神剧来了 这是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 《敌后变异队传奇》 只看第一集 观众就能体会到他们有多传奇 道具台词荒唐错额缺乏严谨创作态度 第一集 红军准备成立淮北军区淮北变异大队 于是半比武大会选拔队员 然后我们的马洛上线了 他自称豹 破王一上场就狂怼其他人 赚了二五八万 豹破王掏出了随身带的包子 给首长们每人送了一个 只见他拿起包子 咬了一口 随手一丢 竟然炸了 这嚼起来嘎嘣脆的胡萝卜 竟然能爆 嗯 这是他研究的蔬菜雷 这是他研究的尿液出发雷 只要往里尿尿 十秒钟就能炸飞 抱怕王还没秀完 他的箱子简直是哆啦A梦的口袋 嗯还有好多种雷呢 天津雷 闪电雷 这句 情也实在是太雷了 侧偷出发雷